嗯,最近我们的状态还不错 是时候接几个新的委托把这种镜头维持下去了 我们去冒险家协会看看吧 说不定凯瑟琳小姐正等着我们呢 老大,不能就这么算了呀 你好不容易打响了针剑斗虫大鬼王的名号 怎么能让那个小鬼得逞 对,那个小鬼一定是诈了 他暗算了老大 你们两个慌什么 之前的那一仗本大爷也有点轻敌 谁让那个小鬼看起来太普通了嘛 不算数不算数 别管那小鬼耍了什么把心 我们就完计划 买开荒龙几义堂堂斗虫大势盒的阵势 再拿出本大爷锤炼多年的赤红衣橱 到时候 满场都是观众们为本大爷叫好的呼声 再加上赤红衣橱碾压心的实力 那个小鬼绝对会吓得两腿发抖吧 什么剂量都使不出来 本大爷轻轻松松就能把他拿下 哈哈哈 老大英明 可是人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会回来 要举办这场荒龙几义堂堂斗虫大势盒 从什么地方下手才好 根据荒龙集上盛世豪谷大祭典的经验 我们需要提前向天岭奉行报备 拿到活动举办许可 好像还有个场地租用屏障 这些好像都需要经费啊 考虑到要把吉义大士盒 举办得比豪谷大祭典更热闹 至少得花三倍的摩拉 停停停停 一听到天岭奉行这四个四 我叫头疼得厉害 至于经费 大不了我们就别做一修三了 加把劲 做二修四 这样我们加起来多做了四参功 整整多赚四倍摩拉 肯定够了 不愧是老大 这样一来 我们只需要考虑参战的将士了 参战的将士也不用太强 能帮老大应付对方的杂兵就行 对啊 那小鬼说过 他还会带五个斗虫好手过来 和我们公正对决 问题是 荒龙派里精通斗虫的 就只有老大你了 要是他们对老大发起撤轮战 就算老大的实力再强 也会吃不消的 你们两个 明明还没开始准备 怎么就畏手畏脚了 拿出荒龙派里支起来 这点小问题 本大爷会想办法解决的 要不然 先去把以前斗虫的小友们找过来商量一下 或者去长野园烟花店看看 问问他能不能参战 不成 那样的话 本大爷败给一个小鬼的事 很快就会传遍整个花剑板 谁丢得起那个脸 嗯哼 发牛大 你又在搞什么名堂 我说吓死本大爷了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居然还好意思问我们 我们站在这里很久了 我和旅行者本来想去冒险家协会 结果远远就看见你们在这里吵吵嚷嚷 说着一大堆不明所以的话 是大适合 少了一个大字 可就完全不够热血了 我的挚友啊 如果你也斗多斗虫 一定能明白斗虫激动人心的地方 所以说 你是不是被什么人打败了 正琢磨着怎么挽回面子 呃 话可不能这么说 那都是暗算暗算 没错 有个叫花脚运将的小鬼 看准老大和其他小友切梭后的疲劳时期 突然加入对局 向老大发起了挑战 用一只大的夸张的鬼斗虫 哐哐两下 就把老大的虫子挑翻了 还说什么 要让老大了解 斗虫强者的真实世界 卫二少 不用把我战班的过程说得这么清楚 言归正传 我好像听说过 我的挚友无论干什么都很有天赋 两三下就能学会一门新技艺 而且比大部分人还厉害 我已经猜到你要说什么了 放牛的 你是不是想拜托我们帮你报仇 打败那个什么花脚御将 让我们打白宫了 打白宫 非行爱行瓜 我黄龙一斗是那么不讲义气的人吗 要是我的挚友答应帮我 我就包下你们两个月的午饭 每天都请你们吃一碗招牌拉面 怎么样 每每天一晚 那我们确实可以考虑考虑 嘿嘿 嘿嘿 这可是老大用宝贵的胜利换来的 之前有一位小友自称真剑斗虫大鬼王 老大听说后很不服气 就想他发起了挑战 如果那位小友输了 就要让住这个称号 经过长达一天一夜的九十二次苦战 老大终于险生一场 不过 那位小友想要他家拉面摊 每天免费吃一碗招牌拉面的优惠券 让老大网开一面 两个月后就把这个称号还给他 虽然不知道他家的拉面有多少斤两 但光重这个分量就是很诱人的提议 而且 凭老大斗虫记忆的进步速度 两个月后肯定会有更威风的绰号 这笔生意确实很划算 只不过 我们都忘了问那位小友 他家的拉面摊在哪儿 都打住 都打住 过程不重要 总之 这些拉面都送给我的挚友 何非心爱心瓜了 等等 我们还没想好呢 我已经向玉相发出战书了 他也答应会带这几个外援 应对我们黄龙派的攻势 至于场地 我好像知道要去哪儿了 首先要拜托我的挚友 把田领奉献那边的复杂手续统统搞定 事不宜迟 我的挚友 还有非嫌爱心瓜 现在就出发吧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好像也退脱不了了 看一斗这么激动 我们就跟过去看看吧 反正学学斗虫 帮他打败对手就行了吧 听起来也不复杂 呃 难道放牛的有什么孩子气光环吗 你也被影响了啦 不错啊 阿守和阿皇准备的原材料都就位了 我们开始布置场地吧 这擂坛很有气是吗 不错 不错 我的挚友 没想到你在这方面也有才能 配合本大爷这精妙的宣传话 气氛不能更到位了 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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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者好木工 老大好画工 可是 这里好像离稽器城太远了 真的会有人过来看吗 没问题没问题 以本大爷的名血 害怕没人来看吗 听说荣采季的时候 这里就举办了一场剑术比试 当然也是鬼斗虫对决的博二之选 接下来 是时候给你们看看 我天下无敌的鬼斗虫 赤红一楚了 居然还真是红色的鬼斗虫 好威风 放牛大 没想到你还挺用功的 从哪找来了这么一只鬼斗虫啊 能让我凑近看看吗 随便看随便看 仔细观瞻一番吧 不过 我可不会随随便便 就把培养赤红一楚的秘密告诉你们 怎么有个熟悉的香味 好像是落落眉的果酱 这 一定是你的错觉 你太饿了 说起来 老大 你还没给震设涂装 加上保护涂层吧 要是下雨的话 我们花了九千摩拉 才买到的那瓶博来果酱 就都白费了 没问题 反正黄龙吉 堂堂斗虫大事盒还没开始 还有时间给赤红一楚 涂上最后的保护层 你们先去准备传单 拉拢足够的观众 本大爷就在这里 稍微指点一下挚友 和飞鲜艳紧瓜 带他们上手 然后 我们就先一起吃个饭 庆祝一下吧 哎呀 他做了这么多事 真是辛苦本大爷了 嗯 嗯 呵呵 哦 没想到你们的阵仗还挺大 出现了 画脚愚枪 不应该啊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真剑斗虫大鬼王 你该不会忘了吧 斗虫的强者能够互相感应 上次不也是这样吗 难道说你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们 哼 正在慌张地做准备 这 什么话 要知道 没有和鬼斗虫心意合一时 本大爷会隐藏强者的气息 尽量保持低调 我只是小看了你的洞察力 哦 他就是打败过一斗的人嘛 看起来的确只是个普通的小孩呢 但他说话的风格很特别 感觉和放牛的天生就要对着干 呵呵 花脚愚枪 等找到这里来 算你有点本事 值得我真剑斗虫大鬼王再认真一点 你们很快就会后悔了 因为你们这次的行动太莽撞 就像是提前把脑袋伸过来挨揍 嗯 这次的态度更自信了 看来你也拿出了最强的底牌 最开始就让你一败涂地的话 一定会错过很多乐子 就由我的部下先陪你们玩玩吧 哼 想用小弟来试探我们吗 那我们这边就派出飞行矮 不行 飞行矮刑瓜代表我荒龙派出战 气息绝不能输给那小魁 那称号也得威风一点 我明白了 就让破空白铁小醒瓜给你们一点教训 为什么是我 老大 现在就要和他们对决吗 我们还没来得及宣传这场比试呢 你的挚友和挚友的瓜 也还没经历过斗虫的实战 对哦 但那小鬼都打上门来了 本大爷不可能当坐头乌龟 宣传的是之后再说 至于斗虫的技巧 我会在旁边知道飞行矮刑瓜的 不对 是破空白铁小醒瓜 实战也是一种学习 输掉也没关系 好过分 还没开打就假设我会输 白铁小醒瓜 你要拿出荒龙派的气势来 让你第一个出战 可是我深思熟虑的策略 这个策略的灵感 可是我从阿忍那里听说过的 离乐故事 用我方最弱去迎战对方的最强 我方中等迎战对方最弱 我方最强迎战敌方中等 这样一来就能保证三举两胜 虽然你的确很有天分 但没多少实战的经验 在我们这群斗虫强者中间 只能算是呆瓜 把一个斗虫呆瓜上阵 就能让对方的一位好手 失去运武之地 我们这边真是赚大了 可是按这个说法 你要亲自去和他们的头儿 花脚御将一较高下 你不才是我们这边最弱的那个吗 等等 是这样吗 你 你好烦哪 我没说过我的策略和故事里完全一样吧 行啦行啦 我上就我上 我可不想被小乔 看好了 我派门可绝不是斗虫呆挂 真是平平无奇的对手 出战的鬼兜虫也花里胡哨 肤浅 外观根本是无所谓的东西 鬼兜虫最重要的性能 是对雷之力的共鸣 所以说 挑选鬼兜虫的眼光 就决定了斗虫生涯的一切 什么奇怪的理论 就连我都明白 最重要的应该是实战的表现吧 应该把主要的精力 花费在训练斗虫的技巧上吧 就是啊 小警瓜说得对 你斗都不会斗 还谈什么性呢 听好了 白铁小警瓜 你要观察对方鬼兜虫的动作 即使让我方鬼兜虫避开攻击 调准对方出招后的破绽 发起猛攻 只要进入攻击范围 赤红衣橱 就会给对方狠狠一击 也就是说 对方准备攻击时 我就让鬼兜虫后退 对方露出破绽时 我就让鬼兜虫前进 打他个措手不及 听起来很简单嘛 我试试看 旅行者听了一遍 应该也学会了 居然临阵学习斗虫的技巧 可别把人看扁了 那就别废话了 拿出你们的鬼兜虫 让我看看你们的精良吧 嘿嘿 轻轻松松 是我破空白铁小警官派猛营啦 小警官威武 你还挺有天分嘛 白铁小警官 狠狠地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 待会奖励你一碗鸟蛋烧 花脚御将 我居然败给了一个新手 我愧对你 放宽心 放宽心 看来对方找来的援军 不是等闲之辈 我们也要让其他部将 备夹上阵了 针剑窦虫大鬼王 没想到你在如此制短的时间内 就找来了可靠的将士 稳住了阵脚 从今往后 我每天都会派遣一名部将 来到你们的主场掠阵 你可要撑到最后啊 不然你们荒龙派的战书 就会成为窦虫街的笑柄哦 喂 喂 喂 走什么呀 难不成是怕了 突然出现又突然开溜 嘴上还嚣张得很 真让人恼火 听他的意思 花脚御将还会派出 好几个部下来挑战我们 那岂不是再过不久就要开始对决了 没错 看来我们的时间不够了 来不及把极翼堂堂斗虫大士河 办成花龙派最盛大的活动了 还好 相比热闹的气氛 现在本大爷更看重之后的对决 刚才飞行哀 刚才破空白铁小警官打败劲敌 一战成名 看得本大爷斗志昂扬 让本大爷想起了我还是个斗虫新手时 第一次向花箭板的强者发起挑战的情景 难道说放牛蛋也有刚刚学会斗虫 就打发了某个老手的高光时刻 当时老大一败徒弟 就是因为当时被打败了 才会被白铁小警官大人斗虫时的英姿打动吧 不重要 那些事都不重要了 接下来 真剑斗虫大鬼王 破空白铁小警官 还有 鬼王的左膀右臂旅行者 我们三人要团结一心 好好对付花小御将和他的部众 迎战每个对手之前 我们都要商量对策 只要我们获胜的次数比对方更多 花小御将就必须亲自迎战我 总觉得进入正题的节奏有点快呢 但刚才斗虫的感觉还不错 而且帮放牛的赢过对方后 还有两月份的拉面 不如就专心一点 好好配合放牛的吧 这才下话嘛 只要好好听本大爷指挥 拿出全力迎战 绝对能把花小御将打得落花流水 光龙派 我来和你们决斗了 怎么回事 花小御将那家伙 又派了个小孩来出战 该不会是人手不够了 想要草草应付我们了事吧 你不重要 吵吵闹闹的人一般都是杂鱼 这位金发的大姐姐很沉稳 有一股强者的气势 她才是你们花龙派的老大吧 这位朋友的眼光很毒辣嘛 多夸她几句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的挚友确实强得没边 但这次她只是我们荒龙派的外缘 帮派的名字写得清清楚楚 老大当然永远是我荒龙一斗了 对啊 荒龙派的实力先放在一边 当老大究竟是什么感觉呢 我也有点好奇了 如果你答应我们 我也可以是 荒龙三天后到期派盟 或者荒龙派派盟临时老大 喂喂喂 你们两个不要被对手带偏了 他明显是想让我们洗内讧 他在耍阴谋 等到本大爷战胜了他的老大 他就要我这番大话后悔 慌慌张张伤回他了 拉倒吧 你们荒龙派内部的事 我可不关心 我只想和厉害的对手较量一番 先让我领教一下 这位大姐姐的窦窗本领吧 加油哦 窦窗对你来说 肯定是小菜一碟啦 哼哼 我的自由 记住和白腿小警瓜说的要点 抓准时机 打他个手忙脚乱 想得美 我可不会给你们多傻的机会 好 好 我都有点 我最后会不会给你 我坐在这套子里下的 我台的 跑在这些 如果不立刻 我把你打到 了 我 我 fai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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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